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唐纳德 特朗普选择J.D.范斯 作为他的竞选伙伴所引发的欧洲恐惧 范斯曾公开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主张美国硬将重心转向东亚 这引发了欧洲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更多担忧 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官们 已经为可能的贸易战和北约内部的变动做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 欧盟内部也有支持特朗普范斯组合的声音 如匈牙利的维克多 奥尔班 此外 范斯还以其种族主义言论让英国感到不安 这可能进一步损害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随着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宣布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为其竞选伙伴 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官的焦虑感再次升高 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 安全问题和贸易前景方面 这一选择加剧了他们对美国与欧洲关系的担忧 范斯曾公开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指欧洲 认为美国应将重心转向东亚 他说 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已经让欧洲的安全逐渐退化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的一名高级议员尼尔斯·施密德 对BBC表示 尽管范斯显得更加孤立主义 特朗普依然不可预测 但共和党的总统任期仍会留在北约 然而 他警告说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战 另一位欧盟外交官将欧盟比作一艘准备迎接风暴的帆船 表示 无论他们如何固定局面 情况总是会艰难 这位外交官说 我们明白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无论他的竞选 伙伴是谁 这意味着什么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 范斯的选择无疑是一个挑战 在基辅对记者说 我不怕他成为总统 我们会一起工作 然而 范斯在全面入侵前几天的言论显示 他对乌克兰局势冷漠 他在那次播客上表示 真的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 这引发了对未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忧虑 基辅的世界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叶夫亨 马达建议 应该试图说服范斯 利用他的军事背景 邀请他亲眼看看乌克兰的局势 和美国资金的使用情况 在欧洲内部 对特朗普 范斯组合持支持态度的是 匈牙利的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 他在给欧盟领导人的信中表示 特朗普一旦胜选 不会等到就职就会迅速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 进行和平谈判 并声称特朗普有详细且有根据的计划 这一立场反映了奥尔班近期和平使命 访问莫斯科和北京的背景 此举甚至引发了他滥用国家 在欧洲理事会六个月轮值主席国的指控 在经济方面 特朗普的返回可能会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美国对欧盟生产的钢铁和铝征收了关税 尽管拜登政府下这些关税被暂停 但特朗普已经表示 如果他重返白宫 将对所有海外进口征收10%的关税 德国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的外交政策负责人 尼尔斯·施密德说 我们唯一确定的是 欧盟将面临惩罚性关税 因此我们必须为新一轮的贸易战做好准备 范斯今年早些时候批评柏林的军事准备工作 指出德国的武器生产工业基础完全不足 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德国的压力 要求其加强努力作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支持者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向基辅提供武器方面 经常被指责犹豫不决 但他的盟友总是热衷于指出 德国在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方面仅次于美国 并且自冷战结束以来 首次达到了2%的GDP国防支出目标 然而观察家们并不相信 幕后的欧洲准备工作是认真或足够的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 在召开议会选举后 留下了一个政治瘫痪的国家 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严重削弱的人物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警告说 如果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斗争中失败 那么俄罗斯与西方的潜在战争将极其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的新副总统候选人JD 范斯的选择不仅在国际上引起震动 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根据《每日电报》的报道 范斯曾经是特朗普的批评者 称他为美国的希特勒和文化海洛因 但最近他却成为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范斯被正式宣布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然而 《独立报》指出 范斯的一些言论和行为让人不寒而栗 他在国家保守主义会议上发表演讲时 竟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 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这一惊人言论甚至引起了观众的笑声 这种轻挑的言论显示出 对于范斯来说 这种特殊的美英关系 已经变成了一个种族主义的笑话 沃西南爵夫人是保守党前联合主席 她在《日独立报》撰文指出 范斯如此轻易地将英国错误分类 并在公开场合如此随意地发表这样的言论 这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非常危险的时期 她担忧共和党的政治 特别是范斯拒绝接受2020年选举结果的态度 她甚至表示若她是副总统 会告诉宾夕法尼亚州 乔治亚州和其他州 需要有多个选举人名单 从而质疑民主本质 范斯对上次美国选举结果的质疑 让人怀疑她是否支持 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背后的情感 像特朗普一样 范斯也质疑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 并对英国的北约军事和情报 优先事项表示担忧 这一切表明 如果特朗普范斯联手入主白宫 世界可能无法再依赖美国 保持理智和理性 英国或许需要迅速寻求其他选择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 欧洲各国如何应对 美国可能的新一轮政策变化 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还是对欧洲自身安全的承诺 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的岁月里 成为检验特朗普 范斯组合的一个重要标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一事 引发了欧洲对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美欧关系的进一步担忧 范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 对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不满 并主张美国硬将重心转向东亚 这引发了欧洲对其安全保障的忧虑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的 党内高级议员尼尔斯·施密德指出 即使范斯显得更具孤立主义色彩 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仍使得共和党的总统任期内 可能出现新一轮的贸易战 欧盟外交官形容 欧盟正如一艘准备迎接风暴的帆船 特朗普选择范斯作为竞选伙伴 加剧了欧洲对特朗普任期内 可能出现的政策改变的担忧 范斯在全面入侵乌克兰前曾表示 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 并在推迟一项600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基辅世界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 叶夫亨 马达认为需要试图说服范斯 并建议邀请他亲访乌克兰 以了解美国的援助如何被使用 在欧洲内部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 是少数支持特朗普 范斯组合的领导人之一 他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和北京 并在给欧盟领导人的信中表示 若特朗普当选总统 他将迅速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 进行和平谈判 在贸易方面 特朗普曾在任期内 对欧盟生产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尽管拜登政府下这些关税被暂停 但特朗普表示 重返白宫后将对所有海外进口 征收10%的关税 这在欧洲各国被视为灾难性的结果 德国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的 外交政策负责人尼尔斯·施密德认为 欧盟必须为新一轮的贸易战 做好准备 范斯批评德国的军事准备工作 认为其武器生产工业基础不足 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德国的压力 要求其加强作为欧洲安全主要支持者的角色 尽管德国自冷战结束以来 首次达到了2%的JDP国防支出目标 但观察家们认为 欧洲的准备工作仍不够 欧洲领导人普遍缺乏政治影响力和意愿 来倡导一个稳定的未来安全架构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地位 亦受到议会选举结果的影响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警告说 若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斗争中失败 俄罗斯与西方的战争将极其迫在眉睫 总结来看 特朗普选择范斯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让欧洲对未来美欧关系 以及其在乌克兰战争 安全和贸易方面的政策 感到更加担忧 范斯的孤立主义 和批评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立场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 欧洲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不能否认 范斯的选择正是 特朗普重振美国战略的必要一步 要知道 欧洲现在的安全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 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范斯的孤立主义政策 或许可以促使欧洲脱离依赖 增加自身的防御能力 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楚天书 你真是太乐观了 范斯的孤立主义就像是把救生圈从溺水者身上拿走 你以为欧洲会突然变成游泳健将吗 绝对不会 谢琪琪 你这担心真是过头了 看看历史 英国二战后不也是在美国的鼓励下才重建起来的吗 现在欧洲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正是时候展现出自己的肌肉 而不是一位等待美国的援助 再说 特朗普和范斯只是想让他们担当其应有的责任 这算是爱的教育啊 哦 楚天书 你真是天真的可爱 你所谓的爱的教育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范斯的孤立主义政策只会让盟友们失去信心 你还记得上次特朗普的贸易战吗 那可是一场经济灾难 现在还要再来一次 这次欧洲可能真的会被肢解成小碎片 到时候别说爱的教育 恋爱的痕迹都找不着了 谢琪琪 你这模害怕变革 真是让人无语 范斯说得对 美国需要把重心转向东亚 这是未来的战略高地 再说 欧洲也需要一点压力来自立自强 你以为德国默克尔的犹豫不觉会帮到什么吗 反而是范斯的这一棒 让他们醒醒 才是良药苦口啊 楚天书 你说的良药苦口 但这可不是中药 这是大棒政策 范斯的政策只会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 欧洲一旦被削弱 俄罗斯和中国会趁机扩张 到时候可不是随便一个爱的教育能解决的 你这模支持特朗普 先把你家的门窗都敞开 看看有没有人来爱教育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了 亲爱的读者们 让我们来聊聊 最近的一些政治风云变换 尤其是围绕特朗普和他的新竞选伙伴JD范斯的故事 这对组合让欧盟的政治家们真是坐立不安啊 首先 谁能想到范斯会成为特朗普的竞选的人 这个曾经称特朗普为文化海洛因的人 现在却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 这简直就像是看了一出政治版的真人秀 范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 欧洲应该意识到美国需要把重心放在东亚 而不是继续在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伞 这话一出 德国总理朔尔茨的党内高层尼尔斯·施密德感觉自己 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 他相信 即便范斯显得更加孤立主义 特朗普还是不可预测的 北约依然会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安心 特别是范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更是让人们不安 范斯曾表示 真的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 这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感到无比头疼 泽连斯基甚至表示 他不怕特朗普成为总统 但他很清楚需要尽力说服范斯 而就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忙着消化这些信息时 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却显得轻松自在 他刚刚访问了特朗普 并且似乎成了特朗普的超级粉丝 奥尔班甚至表示 胜利的特朗普一定会迅速要求 呃乌进行和平谈判 好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位和平使者的计划能否成真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这边的反应 J.D.范斯在国会保守主义会议上的演讲中 竟然把英国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 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这话一出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范斯的言论 不仅是对英国的侮辱 更是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一种挑战 众所周知 英美关系一直以来 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支点 双方在情报共享 军事合作等各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 范斯的种族主义言论 显然让这段关系变得不再那么牢固 英国的反应也是相当谨慎的 基尔斯塔默和他的外交大臣 大卫拉米表示 他们将与任何进入白宫的人合作 尽量避免因为个别人的言论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种外交上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但范斯的言论已经让很多英国穆斯林感到不安 沃西南爵夫人甚至表示 他的许多穆斯林 朋友和家人都在考虑退出路线 担心自己在英国的安全 总体来看 特朗普和范斯的组合 真是给欧洲和英国的政治家们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尤其是范斯的种族主义言论 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英美关系的未来 欧洲的政治家们 也必须在应对新一轮的贸易战 以及安全威胁上 做好充分准备 看起来 欧洲这艘帆船 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雨 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看看这场风暴 会将它们带向何方 无论如何 政治的风云变换 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或许这正是我们 对它保持兴趣的原因之一 未来 欧洲 英国以及美国的政治走向 必然会影响全球的格局 我们只能希望 这场真人秀 最终能有一个 令人满意的结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